各位朋友 又來到今天26日凌晨5時 準備出去日出 現在拍一拍片 希望多出一些片 與各位觀眾交流 與各位支持朋友交流 今次這段影片的話題 很想講講龍亭事件 龍亭我不熟悉 因為在一次合作上談過 也拍過他一次 也不是 拍過兩次 都是在一些功能 活動中 我不認識他 我不是當一個朋友說他 以及以下所說的東西 也可能有少許敏感的情況 我的頻道 我呈一澄清 我的頻道就是 我唯有要開解一些人 或者要救一些人 才會說這些話題 而不是一定要刺死他 殺人事件那些 不關我的事 那些 我不會在我的頻道說 那些 在龍亭這個事件 其實 大家深度分析一下 其實龍亭的個人為人 也不是很差 因為大家從頭到尾都要看 他 我撿一撿 因為他硬著我的手 其實他從頭到尾都是 心路歷情就是 他 在唱歌事業 他因為很喜歡唱歌 才進入唱歌事業 大家知道他是街頭做表演出身 當然 做得街頭的 都不是什麼名門網族出身 都是一般正常的市民出身 應該這麼說 他就是因為很喜歡唱歌 所以連街頭各樣都唱 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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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然後有一群粉絲 一群粉絲之後 然後有人去找他做表演 他真是為了喜歡唱歌而入行 這件事是我看到的東西 在這件事裏面 是很特別的 我可以開麥克風說的原因是 為什麼呢 因為他原本是一個很普通的正常人 他只不過是為了唱歌 然後有一群粉絲 他亦有一個基本的家庭 你說至於有沒有很多淫攝緋聞 在他身上我們還沒看到 看不到 因為他剛剛發生了那件事 他昨天也出來做錄影 很多記者都問回他 就是和邱阿葵那些事件 邱生我亦都不認識他的 所以這條片是很持平的 邱生那些比較高檔 我又不認識那樣高檔 他亦都是正正常常家庭 他又做得唱歌公司幕後 你也知道這行是很複雜的 什麼叫娛樂圈呢 大家都看到很多花生 就是很多那些人 就是很多醜的事發生 這些是因為普世價值裏面 真是在道德觀念 在社會上 如果你做得明星 是不應該發生這些事件的 但偏偏娛樂圈就是龍蛇混雜 什麼人都有 還有裡面很多誘惑 很多入娛樂圈的人 尤其是我這一輩的人 有些真是有康熱誠 就進去做導演 的確真的有康熱誠做導演 但我都看到有一兩個是把持不住 都是有些古古怪怪的事 這些已經是不明文的規定 你娛樂圈是龍蛇混雜 什麼人都有 進去娛樂圈裡面 通常人們會是好公務院 很多時候都是 有很多時候是為了名譽 想自己出一下名字 之後自己的演藝試圖好些 和生活好些 之類的 這些是肯定的事實 龍蛇正正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它很複雜 又未看到它很複雜 因為如果它真的有出去 賣淫換膠 一早就被預計發現出來 因為它在中年號聲音1的時候 都很出名 但是因為它私會這件事 就出了事 出了事就被記者拍到 這些事情是否應該發生 當然在我的立場裡面 是不應該發生的 為什麼呢 南方那邊有家庭 找一陣陣 龍蛇他自己又可能有家庭 因為他的背景 就有些預計找得出來 他是一個普通人 我都不免得說 那麼 他一直發展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 由一個沒什麼 如何受江湖洗禮的人 應該這麼說 突然間進入了一個大的娛樂圈裡面 這個也是他正想做的事 如果不是他不斷努力向上 那是為了什麼呢 當然是想出名 這個人是摩奧菲甲 做了一個明星 不過他是未具備 做一個大的明星條件 因為由他今次這個事件 已經得知他 其實都比較在娛樂界裡面 叫做單純一點 叫做單純一點 因為你知道娛樂圈裡面 是很複雜的東西 其實來來去去 複雜的情況都是來自 聖字和為了錢兩個字 一個聖一個錢 即是淫慾與財錢 這樣解釋 娛樂圈正正就是這樣 因為要賺錢 如果不賺錢 其實他們基本上 就生活不了 你看到很多藝人 在裡面 半紅不黑 都不行的 你知道出發社會 都是做一些比較普通的工作 譬如做銷售師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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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懂得想那些 然後有些財力那些 那些娛樂界的人 就會去讀書 拿起碼一兩個學位 之類的東西 有些學歷 這樣就保障一點 有安全感一點 龍亭什麼都不是 他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 入到這個大厭崗裡面 有時就做了這個 其實真是不對的事件 但不對的背後 我在這裡是希望跟他分析一下 因為他也是一個很努力的歌手 我覺得站在我的立場 希望也感染到那一刻 就不想真的浪費了這些人才 就正正周星馳在那裡祭公 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 繁奸的人只是匆匆幾十年 犯了大錯就很難說 如果犯了小錯的時候 就不要令到他們沒有翻身之日 這個是一個好心的罰計 我也是有受少少罰計感染的人 當然每個人都犯錯 我一樣是犯很多錯 最重要是錯了之後 可不可以面對到他 或者之後能否面對到他 這個才是重點 他這件事就肯定是輸了 輸了在負面那裡 當然是影響到他一系列正常的工作 通常出了這些事 起碼都… 如果是很幸運的話 起碼都要勾一年半載 不幸運 起碼要勾幾年才再出回來 等事情淡忘了 這是一般的PR做法的事情 正常PR做法的事情 他昨天出回來回應 我必須要專門開咪 就要支持他 因為他這麼短時間出來回應 代表到他是很有勇氣的人 他很想去面對這件事件 他很想去平息這件事件 亦都希望私底下都未真正去傷害得更深 自己就出來抱上身 這個做法其實挺好 因為他是一個普通人 你面對的 在這個娛樂圈裡面 面對的都是一些 說真的 都是一些比較富貴的人 你見到阿邱生這些 算是富貴 你面對這麼多類型的人的時候 很容易就污染 人污染 我又不太同意有些其他channel 有些觀眾說他 他人一向都是這麼淫屍 因為你未認識他又不可以這麼說 如果他一向這麼淫屍的話 勾人老公之類的那些 如果他一向做這些事 就一早被預記發現了出來 就未必是這麼嚴重 在這行中很麻煩 就是很多應酬 但那些應酬 其實我也很想在這裡說說 其實娛樂圈是否應該要減少一點 因為有些應酬 說真的 喝大兩杯之後 或者有些人剛談的時候 他們就很容易發生一些親密的情況 未必是關係的 但有些是親密的情況 可能在龍亭這件事 他剛談起上來 喝大兩杯是差不多的 很激情 其實很多人都試過是這樣的 在座我都會是這樣的 但當然他現在做出來的這件事 就肯定在公眾上不可以接受 他亦很有勇氣地走出來澄清 我覺得應該要給他一個原諒 如果沒有人受到嚴重傷害 那件事還可以抬起的時候 都是一些你當作是一個小三 三國戀的關係 或者他自己 你中了他又未定 或者邱先生追他又不定 這個圈子很難說的 感情也很難說的 但問題是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 如果龍亭你想做一個大的明星 這些事是絕對不可以再發生的 因為你的聲音是很難得 但如果有這些匪民一路下去 對你的仕途亦是很不適 而且你知道儒記裏面有些人賺錢 他是專門找這些東西說的 尤其是TB 你都知道現在有政治層面很敏感 當然很多人都想 把TB都打倒了當期得令的人 這是一個政治考量 很多人都不是從一個藝術性去想 因為你講真的 現在沒有錢拍攝 當然是在末落 它也有輝煌的時候 每件事都有輝煌和末落 但其實TB沉了 是否對我們香港是一件好事 絕對不可能 因為如果TB都沒有賣的時候 是否只剩下MiuTV MiuTV是未有TB現金的 這些是平心而論 即是縱使你是支持MiuTV也好 我是中立派的 即是Miller 或者Ewa 我都會看的 我沒有問題的 這些東西 我是站在對事人不對人 我是站在他們到底表演好不好看 會否滿足到觀眾 或者他們有沒有進門間 這些東西 我是會正面去看 而且如果我看到 可以令到那些人進步的話 我會給意見 聽不聽是他的事 或者有些人說 你九唔大白的 那就由他講九唔大白 因為我是一個觀眾身份 所有藝員做出來的 都是給我們觀眾看的 更何況我認識的東西 未必你知道那麼多 因為我認識的東西 都頗多 之後慢慢的影片 會越來越多 去介紹我自己認識的東西 因為我本身都經歷了很多東西 在我52歲的人生裏面 經歷了很多很多東西 絕對比阿隆亭辛苦很多 好 扯開了那麼遠 再分析阿隆亭繼續 其實犯了這些錯 其實阿隆亭肯這麼主動出來 我就有個提議給他們 提議是說 當然以後就不能再發生這些事 說真的 道德上是不可能的 阿隆亭 你說真的 是想找個好貴叔也好 什麼都好 這些東西要清清楚楚 你未真正適應到娛樂圈 娛樂圈 如果你想做明星 當然要應酬 但應酬裡面 到底是不是要出賣肉體 你自己去想 這些已經是娛樂圈裡面 不明文規定 但你的聲音絕對可以養到你 你記不記得 就算在街上唱歌 其實養活到自己 當然是辛苦一點 當然 現在已經有了名氣 更加不用擔憂 因為健康有健康現象時 國內有騷擾 已經可以養活到 你那些聲音絕對我都很想給一些意見 因為我之前錄過你唱和禮君的歌 當然在現場聽 當然經過喇叭 當然經過喇叭 聲是很雄雲的 其實有一件事是可以改善的 那件事是令到你 可以說唱歌的形象 急劇提升 不可以說唱功急劇提升 而是唱歌的形象 會急劇提升 我在我身邊的朋友 也有說過你一些評語 那個評語是什麼呢 就是你唱任何歌 你都是善性的口 善性的口 包括你錄TB的小學江湖 都是善性的口 只不過看大一點的眼睛 好像認真了一點 就突顯了 其實你的江湖經驗 即社會經驗 未必足夠支撐你的功力去進化 其實你經歷了這件事 可以將這件事 融入在你未來的唱歌路線 比如你唱鄧麗君的歌 我剛才不是說想給一點意見 其實鄧麗君的歌 你現在模仿到他的腔口 但是他的神緒很難觸摸 因為鄧麗君其實是經歷了 他人生裏面的一些不好的事 他才有那個腔口出現 那個腔口是什麼呢 他唱歌的時候 就會將一個多受善感的思緒放進去 所以他表達出來的歌 是有一種軟然的心態給觀眾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事 你經歷了這件事 其實可以將這些不開心的事 或者影響到你的事 可以融入在你未來唱歌裏面 不一定要善性的口 例如《燒鵝江湖》 不知道是否監製要這樣做 其實《燒鵝江湖》這首歌 是以很澎湃的樣子突顯出來的 當然你用一個很精靈的動大眼 然後看著《燒鵝江湖》那些 都算是過關 但未去到有一種神緒的出現 我相信你經歷這件事之後 開始有一個神緒出現 也是人生的磨煉 我大年幾個都算是你的前輩 給大家一點經驗分享一下 各位觀眾也有機會不可以放過他 因為如果整個TAB的得力助手 想完 想完的時候 其實對香港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你想清楚一點 我們香港是需要 無論你TAB也好 MUTAB也好 是需要一起去找這個街外的錢 不僅是你高級的表現 我有高級的表現 香港才可以繼續維持 你想想 嚴明熙到現在沉下去 因為蓄藥事件 然後龍亭又因為醜聞 每個人都沉下去的時候 香港是剩下什麼 大家想想 其實吃虧的是我們全部的香港人 是錯了 完全是吃虧的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段影片 各位觀眾 我還希望大家同樣的頻道是為了香港好 不是為了吵架而吵架 其實這些事情是很有字的 吵架而吵架的 龍亭事件就是這樣 他肯出來承認他的錯誤 我不肯擔當 其實他的本質很好 說真的有哪個女藝人 可以這麼快出來 做到這件事 這是勇氣的表現 有些觀眾 我看到有些頻道的觀眾留言 都會說 隨時隨時打把 我覺得有些觀眾 寫的東西 當作是參考價值 只不過是網上的書法 因為他沒有需要承擔的東西 所以隨時發洩就算了 這些我們可以當作是參考 龍亭這件事 亦可以當作是參考 即是失敗了 不要緊 你肯走出來已經是差很遠 即是真的有勇氣 是有勇氣 好 我在最後這裏 就有個提議給龍亭你和邱先生 其實說真的 即是你們背後發生了些什麼 我就不需要說了 這些很多明眼人都看到 你亦都不需要說怎樣強調些什麼 你都出來說 澄清是很想做好自己的事 我相信你是可以的 其實你和邱先生可以這樣 在娛樂界很多人都懂得這件事 不過未必會落實執行去做 譬如現在這個負面的事 其實說真的 你和邱先生都不太過 而且可以真的做一些慈善演唱會 因為你之前都是和愛樂樂團一起表演 其實做多一些慈善事 你當是贖罪也好 當是自己磨練也好 或是大家一種向社會上散發 這個勇於承擔的熱能 熱血 其實是一個正面 這件事我希望你們多些做 細有細做 大有大做 總之是幫到人 自己心安理得 然後心態平復了 然後自己的演藝事業自然會進化 你的康口 其實在最後我都說一說 其實你的康口一樣可以保持鄧麗君的康口 有些人不太滿意 在參賽時有些評審所說的 原因是為何 因為你的聲音很適合唱鄧麗君的歌 我給你一個鼓勵 在世界上未必有多少個人 有你唱鄧麗君的歌 歌裡面有一種爆發出來的圓潤康口 你是其中一個 不是很多人可以唱得到 你保持唱鄧麗君康口的時候 其實你都喜歡唱小調類 其實你可以效法王妃 因為王妃以前都是唱這類型的歌 為何她可以跳脫島出來 其實她是自我去看很多玄學上的修圍 所謂玄學不是坊間的玄學 而是一些佛教上的修圍 當然有些東西我不太認同 例如她之前所謂的修緊 叫做男女雙修 我不是太認同 因為我本身是生活中的 但問題是那些男女雙修的東西 其實是被一些邪道分子利用了 這個之後再說 如果正面的東西 其實是佛法無邊的 甚至你不喜歡佛教 你就去信耶穌所說的東西 是耶穌所說的東西 不是坊間說耶穌的東西 耶穌所說的東西就是 你肯容易承擔的 一定是距離修煉神明的地方 有些人是想拿石頭打死犯錯的人 其實這件事件就類似這件事件 但耶穌說了一句說話 其實這句說話 你想想在公元前 現在距離是2000年前 2000年前 大約是2020多年 在耶穌這個人說了一句說話 有誰在人生中沒有犯錯的 你就用石頭打死他 結果這件事件在當時 那些人由老到亂離開 就沒有打死那個人 原因是為何在社會上或自身裏 個個都有錯 個個都是罪人 只要你肯承擔 你好像現在正面出來 一定可以做多些慈善演唱會 這是我的提議 至於你唱歌 希望你可以唱多些試試一些日文的歌 日文的歌 為什麼呢 日文的歌其實有點像鄧麗君的發聲 有點像 你的聲音是可以的 而你的聲音是偏向剛強味 其實你可以跟你的經理人 或者跟你的公司 因為你的公司好像是TVB 因為我剛才上維基看過 都還是TVB 叫做龍亭製作公司 然後是underTVB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維基是這樣寫的 你可以開會看一看 你自己的康口 會不會唱到另一首歌 你看我的頻道 在下面有個連結 有個女生的歌 出來了 一個單聲 你試試參考一下 各位觀眾 這段影片先講到這裡 這個我按了一個什麼 我按了一個片 我們下段影片再談 希望這件事過一段 我們下段影片見 Thank you 大家 Bye Bye 中文字幕 boosting 在這邊 電信 我們下段影片 放聰明 小明 , 你知道 기대